我們在正式領表之前有做相當多的準備 那包含這個連署站點遍地開花 也即刻會跟各位做公布 所以要在這個法定的60天去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們非常有信心 我想我們萬華人 是善良 淳樸 熱情 與包容 但不是毫無底線 在我們人民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再一次不要臉地 站在我們人民的對立面 要當一個無恥的政客 今天這一場活動 不是一個政治報復的行動 更不是另外一個罷免團體所說的 所謂政藍軍要來藍綠對決 這完全是一場人民 激壓已久的憤怒 的爆發 要來罷免林昌座 在這一段時間 我們獲得了很多的不同黨派 包括不同黨派的里長 議員 社區媽媽 還有很多的 朋友 一起來加入我們清零散場 罷免林昌座的青年團隊 也在這邊呼籲 如果有收到連署書的朋友 請將這個連署書 交給我們黃色的旗幟 黃色的背心 我們清零散場的青年團隊 因為由公民團體所主導的罷免行動 不會被有心人士做所謂的政治操作 另外一組團體他們是在兩個禮拜前就已經開始第二階段的進行 你們會不會覺得這樣會比他們的動作還要慢 應該這麼說啦 我們的每一份連署書 都是我們一份一份親自從鄉親的手上 遞交過來的 有一些坊間傳言啦 其他陣營的這個速度 可能來自於一些這個灰色地帶的來源 那這個我們不予置疑 但是我們要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這個速度絕對不會影響 我們要開除不適任民意代表 要罷免林昌佐的決心 絕對不會影響 因為我們相信 在這個活動的聲勢越來越浩大的同時 我們可以召集到 更多想要為中正萬華撕掉無名華標準的選民 一定會獲得更快速的支持 那另外一組他們其實有提到說 你們兩組人馬是可以一起來合作的 你們有沒有有這個可能性 合作這件事情 只要是讓公民團體 去展現在地中正萬華的這個民意的基礎 只要不是帶有特定的政治色彩 政治目的 特定的陣營 我們都非常歡迎這樣的合作 那接下來60天內有目標 可以達成這個2萬4千塊的支持 關於這個目標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正式領表之前 有做相當多的準備 那包含這個連署站點遍地開花 也即刻會跟各位做公佈 所以要在這個法定的60天去達到我們的目標 我們非常有信心 每輪的區域就已經可以進回了 我們只能看多多人就到了 我們已經開箱了 我們就要說